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开出三大条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申请加入欧盟 俄国总统普京威胁将动用核武 法国总统马克宏发现 普京喜哥百变充满意识形态有多疑 俄罗斯开战 联合国估计至少已有50万乌克兰民众 逃离战火到周边国家 各国持续围住 瑞士放弃中立加入制裁俄国行列 德国瑞典奔兰打破二战后立场 运武器给交战区 南韩重症与死亡数双双回弹 预估三月中将攀上最高峰 单日新增恐破35万例 未减轻医疗负担 与确诊症种同住 不需居家隔离 并建议检疫 中央持续掩瘾接种两剂入境 也隔离计划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登场 各家纷纷主打评价5G手机 小米子品牌Poco 华为旗下荣耀 O-Po V-Me等中国品牌大品厂 观众片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全球焦点在乌克兰 俄军攻打乌克兰进入第六天 首都基辅仍然由乌克兰的百姓 和军队牢牢撑住 俄军是从基辅北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卫星照片显示 他的军用车队已经绵延64公里 缓缓地开向基辅 而乌克兰各城市都奋力抵抗 乌克兰的百姓 响应了国防部长的号召 他们自制汽油弹 囤积沙包 在街头逐城战线第一线 那么首都目前都还守住 居民部分男女老幼 纷纷报名参军 我们就从基辅开始看起 好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我们会还有全方位 关于俄军攻进乌克兰的报道 包括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现在的策略 也包括双方代表 为何在白洛罗斯第一轮的商谈 毫无结果 而第二轮有可能交集的目标 以及50万的乌克兰难民潮 现在欧洲各国呢 有很多国家弃手中立 决定支持乌克兰的人民 待会还有全方位的报道 我们要来看的是全球另外一场战役 在南韩和香港 疫情恶化持续扩大 首先看南韩的部分 南韩最近一周 一周爆增百万例确诊 而重症数也回弹 单日死亡 这是跟香港一样 比较让人触目惊心的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确诊即使增高 如果不坚守清零的话 Omicron就是会迅速扩散 但是南韩的死亡数呢 已经连续多天 每一天都破百人 南韩持续的松绑 旧经济 他全面推行防疫自主 形同棄手 3月1号开始 南韩暂停了防疫通行证 另外被确诊的人 他的同住家人 也不用再隔离 就是放弃匡列密切接触者 那么南韩下一步的松绑 还包括会开放完成注射的人 免入境隔离 那么南韩这些做法 和不断恶化 我们是指重症跟死亡的疫情 南韩的政策思维是如何 能够两边都能求全呢 在欧欧交战临头的氛围下 美中之间的仇视对立 暂时不成为新闻的焦点 而美中第一份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签署满了半世纪 中国派出外交部长王毅出面 他认为美国完全没有切实 遵守公报原则 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而美国是非常冷淡 处理着上海公报半世纪 甚至卷入了美中俄 现在之间的情节 美国只派出了前 欧巴马时代的财政部长 用连线致辞 同时致辞当中 要求北京在恶物的冲突当中 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然中美关系会更紧张 那么中国到现在呢 并没有选边 在美中持续激烈竞争 再加上俄乌危机之下 其实这一份半世纪的上海公报 已经沦为一纸巨文 中美这两大强国 非常难再并肩 决断气候灾难在三月 依旧肆虐 关注澳大利亚东部海岸 有严重的红换 包括了昆士兰 布里斯本跟西南威尔斯 那么传出了九个人 在红换当中丧命 西南威尔斯的州长说 这是千年一遇的洪水大灾难 雷后国最新的气候报告 也显出极端气候危机的急迫性 那么对于我们人类生存 构成越来越严峻 迫切 频繁的威胁 刚刚看到澳大利亚洪换 洪换海啸的灾难 让很多日本人 留下终身听障的遗憾 而日本的科技研发 让一种无声之声 复活了听不见 对于周遭一切 仍然可以及时感知的能力 日本的产学合作 开发了声音转换仪 把声音变成震动 可以接收到紧急广播之后 予以震动和灯光 通知听障 视障的人 依旧能尽速避难 普京的决定 使得乌克兰战云密布 而美国的情报 显示普京 其实在身心性格上 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那么使得他成为一个 完全无法掌控的对手 那么至于乌克兰 现在高达50万的难民 不断地逃离自己的故乡 而欧洲很多国家 放弃原来像瑞士 放弃中立的立场 加入了制裁 俄罗斯的阵营 同时广开不同的收容单位 让这些逃离国境的难民 能够温暖气深 待会全方位的报道 欢迎回来 据Focus评价的5G 这件事发生在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MWC 实体展场里面几乎都是聚焦 这两个特质 全球手机大厂 包括Nokia 小美的姐妹品牌 荣耀 这些中国大陆的品牌 都发布一系列新品 仅扣平价5G的攻略能力 沃尔战士进入第六天 锁定普清来观察 普清他自己原定 3月2号是他的胜利日 西方认为 剩下关键24小时 不过我们对于关键几小时 已经听了很多了 要关注的是 当乌克兰跟俄罗斯代表 进行了五个小时 谈判最后破局 他们在台湾时间 周一傍晚开始谈 第一点选在白俄 跟乌克兰的边境 第二大城 格梅利 普清有三大条件 第一 要求承认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 有主权 第二 他要求乌克兰这个国家 必须非军事化 非纳粹化 然后确保乌克兰中立 这样子俄军会停火 乌克兰无法接受 而乌克兰提出的是 普清不要开条件 立刻停火 立刻撤兵 而总统泽伦斯基 也正式签署 他要申请加入欧盟 这样的一个谈判 双方是没有任何焦点 最近穿梭斡选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提出 普清的性格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多疑 而且充满了 极度偏执的意识 因此他会不会真的动用核武 绝对不要认为不可能 来了解一下 并且分析普清 好 但普清毕竟没有到四面楚歌的地步 他拥有强大的恶军 不断地劲逼乌克兰 现在大概超过50万的难民 逃出乌克兰 散往欧洲各地 不过欧洲很多国家 已经放弃了中立的立场 决定全力支援乌克兰 在人道立场上 瑞士和欧盟同步展开经济制裁 在瑞士有这么多银行 他瞬间卡住了俄罗斯人 贿入瑞士大概百亿美金的存款 另外包括了瑞典 德国芬兰都打破二战之后 不运武器交给战区的这样一个原则 他们开始供应乌克兰军武 土耳其也关了黑海航道 目的是阻止俄罗斯的军舰走黑海航道 那么很多人从各国飞往乌克兰 加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所呼吁的志愿军 这是继1936年西班牙内战之后 首建的无偿国际兵团 而香港对新冠疫情作战 现在看起来节节败退 香港单日周二的时候 新增超过三万例 同时连续第三天新增超过三万 单日的死亡人数也破败 你现在看到的是香港从疫情以来 累计的死亡人数已经有841名港人 香港这一波疫情的感染人数 是19万港人 等于每38个港民当中 就有一个人在这一波确诊 那么中国大陆帮忙搭建的方舱医院 若在轻衣已经完工启用 供应不到4000张隔离病床 但是床内没有厕所 所以要用公厕 这使得港人对于香港政府抗疫防疫的 基本设备能力 管理能力信心尽失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同步的关注乌克兰的情势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